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更TV 近日有媒体就报道指 根据内地人气网红淘宝直播一个李佳琪团队的统计数据 今年双十一期间 李佳琪直播间的销量和售价统计 总收入保守估计超过250亿人民币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有关话题火速登上热手榜 对此李佳琪所在公司美温13日回应 数据纯熟捏造 严重不实 双十一收货和数据统计有连续结束 而且李佳琪直播间 从来都没有公布过商品交易的总额数据 所谓的250亿收入纯粹是无稽之谈 另外亦有媒体报道指 今年双十一期间 李佳琪第一日的销售额达到95亿 同比跌了超过五成 去年的同期 李佳琪的直播销售额 占双十一总销售额近三分之一 而今年这个比例也下降至四分之一左右 就上述的数据 内地媒体《证券时报》就向李佳琪团队进行求证 但还未收到回复 实际上对于李佳琪的双十一销售额 外界一直都有猜测 去年双十一期间有消息说 预售的第一日 李佳琪直播间商品交易总额达到215亿 刷新了纪录 当时李佳琪的团队就说 这个数据是没有可信的来源 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对外公布过任何数据 更加未和第三方达成数据找取等等的合作 李佳琪又有口红一哥的称号 在内地做直播大货起家 现在是内地很出名的网络红人 而且兼任江苏示范大学淘宝写作与传媒课程的讲师 他的全网粉丝比大部分的中国大陆娱乐圈歌手和演员都重要多 在直播大货的过程中 他以个人特色的推销语言 直播时间限制和赠品等等的手法 吸引观众购买他的产品